鬼吹灯 第三步 云南重古 天下霸唱 第34章 黑色漩涡 县王墓所在的墨绿色水窟 其地形地貌 在地理学上被名副其实地称作漏斗 其形成的原因不外乎两种 其一是强烈的水流冲毁了熔岩岩洞 造成了大面积的塌陷 其二也许是在亿万年前 坠落的陨石冲击所致 我背着两只眉头的半虫人 从陡峭的绝壁上翻滚落下 心中却镇定下来 身体虽然快速地在空中坠落 手中却一颗眉弦着 将登山头盔上的潜水镜照到眼睛上 甩脱掉了身后两具无头尸体 深吸了一口气 将嘴张开 以避免从高处入水的巨大冲击力 压迫而过 刚想将身体完全伸展开 来个飞鱼入水 但却没等做出来 身体便已经落到了水面 被巨大的冲击力一拍 五脏六腑都翻了几番 胸腔中气血翻腾 嗓子眼发甜 练武术的人常说胸如井 背如饼 后背比起前胸更为脆弱 这一下后背先入水 搞不好已经受了内伤 索性潭水够深 落水的力量虽然大 却没戳到潭底 带着无数白色的水花 直沉下树米方质 我睁眼一看 这潭水虽然在上面 看起来优深碧绿 但是身处水中清澈见底 阳光照在水面上 亮闪闪波光荡漾 便像是来到了水晶宫里一般 潭中有无数的大鱼 其中很多是裂腹里 此鱼肉味鲜美 盖是无双 等闲也难见到如此肥大的 不过我此刻没时间去回味 这大头裂腹里的美味 急于浮上水面 游到潭边的栈道上 会和胖子与尸利杨二人 当下便双手分水 向水面游去 但是手分足彩 半天也不见动地方 这才感觉到身处一股 漩涡状的潜流之中 那是个巨大的漩涡 带动潭中的潜流 将潭水无休无止地抽吸其中 正是因为潭底有这么个大漩涡 所以瀑布群 纵然日夜不停地倾斜下来 也难以将水潭筑满 康巴昆仑的不动泉下 也有这么个大漩涡 据说直通万里之外的东海 所以这潭中的漩涡可能也是出大水眼 通着江河湖海等打穿大水 如果被卷进漩涡 恐怕都没人给我收拾了 想到这里心中顿时打了个凸 急忙使尽全身的力气向漩涡外游动 但是欲速则不达 越是交集手足越是僵硬 不但没游到外围 反而被暗流带动 离那潭底的大漩涡又近了几米 从我壁气入水到现在 不过十几秒钟 费力的空气还能再维持一阵 不过要是被漩涡的暗流吸住 用不了多一会儿 气息耗尽 肯定会被漩涡卷进深处 但此时我已经身不由己 完全无法抵挡 漩涡的强烈吸力 转瞬间便已被涌动着的暗流 卷到了潭底 荒急之下 见得身旁有一层茂密的水槽 这大片水槽也被漩涡边缘的潜流带动 都朝一个方向偏着头 水槽是长在潭底一块 条形大石的石缝中 那石缝的间隙很窄 手指都难伸进去 我就像是看见了救命稻草 赶紧伸手去抓那些水槽 想暂时稳定下来 不过正应了胖子常说的那句话了 赶上摸金校尾烧香 连符也都掉定 好不容易揪住一把水槽 谁知那水槽上有很多浮游卵 华不溜手 用力一抓竟然钻了个空 我对准那大丛水槽 接连伸手揪了几次 都没有抓到 每一次抓空 心就跟着沉下去一截 随手拔出额式散冰刀 倒转了插进那生长水槽的石缝中 散冰刀刀刃上的倒钩使刀身固定在水槽根部 与石缝的交接处 这块坛底的条形大石 似乎是人工凿成的 也许是建造献王墓石掉落下来的 由于条石沉重 所以没被漩涡吸进去 我终于找到了能够固定身体的地方 更不敢有任何怠慢 抓着条石在坛底向远处爬行 渐渐脱离了漩涡的吸力 忽然觉得手中触感冰冷坚硬 似乎是一层钢铁外壳 生有大量的斑驳秀迹 借着壁钵中闪烁的水光 我看到这条石尽头连接着一个巨大的圆柱 横倒在坛底 上面全是水槽 一群群小鱼在水槽中穿梭游动 巨大圆柱一端稍稍有些倾斜 撞进了坛边的石壁上 竟然撞破了一个大洞 洞中极黑 好似另有洞天 我心念一动 是了 被我们埋葬的那个轰炸机飞行员 原来它的轰炸机是坠毁在了这水潭里 它跳伞降落到了遮龙山的边缘 不幸被那大鸡丝的玉冠缠住 枉死在了密林边缘 再看那被鸡头撞穿的石壁上 破损的石窟里 引现着很多异兽的石像 这个方向刚好与深潭正上方 建在绝壁微崖中的王牧堡顶宫殿一致 难道现王牧的地宫已被坠毁的飞机撞破了 我在水下已无法再多停留 只好迅速浮上去换气 头一出水便被上空的万岛红光晃得眼睛发花 登山头盔上虽然有潜水石用来保护头部的排水孔 但是仍然觉得非常沉重 只好暂时把登山头盔摘了下来 漏斗形大水潭像是一个巨大的天然扩音器 把瀑布群水流 机械的声音来回传递 只在这绝壁之内轰鸣回响 下方什么也听不到 我看见高处的战道上 有两个人影飞快地向下奔来 遇到被瀑布冲毁的残道 便利用腾锣向绝壁下爬 正是胖子和尸里阳 我将登山头盔拿到手里 在水面上对他们挥动手臂 果然胖子和尸里阳立刻发现了我 也在战道上对着我挥手 我仰起头来 四周绝壁如腐皮刀销一般 蓝天高高在上 遥不可及 顿生身陷绝境之距 那大批半虫人 却正在退回瀑布边的洞口 可能是因为这里是王牧的主灵区 设有大量的断虫道 所以他们无法适应 竟如潮退却 这些怪胎适应环境的能力很强 不知他们会否卷土重来 不过总算是能暂时平静下来 喘口气了 我对着战道上的尸里阳和胖子打手势 示意他们不用下来接我 我自己可以爬上去 让他二人到现王牧的名楼宝顶上等我 然而那两人就像是没看懂一样 对我又跳又喊 拼命地指指点点 显得很是急躁 我虽然听不到他们喊话的内容 但是从他们的动作中可以知道 在这水潭中正有一个潜伏的危险在向我逼近 我立刻以游泳比赛撞现的速度 迅速游向潭边的战道 胖子与十二位阳见我会议 马上冲下了战道 胖子居高 只能沿着宽阔的时间 遇到断裂处才觉着屁股一点点蹭下来 而十二位阳几乎是一层一层的往下跳 他们越是这么匆忙 我越是清楚自己的处境有多危险 好在离那潭边的战道甚近 庆客就到 我此时已经精疲力竭 使出最后的几分力气 爬上了战道的石板 看那碧绿的潭水 平如明镜 只有对面大瀑布激起的一圈圈波纹 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险恶之处 顶多也就是些被打成头破肠穿的虫人 落入了水底 估计都被卷进了大漩涡里 这时十二位阳已经赶了下来 见我无事 方才安心 我想问他究竟怎么回事 但是这里水声太大 没办法交流 于是我指了指 绝壁上的县王墓堡顶 那里看起来还比较安全 抬眼望料望 险壁微崖上的宫殿 正在红光水汽中 发出一样的光彩 如梦又似幻 一时之间也无法多做思量 当下便举步踏着千年古战道 向着天宫前进 我忽然想到他们二人 方才惊慌焦急的神态 忍不住出口相寻 十二位阳听我问起 便对我说道 我们看见潭水深处 有只巨大的怪爪 足有房屋大小 而你就在那只手的掌心边缘 好像随时都会被那只巨掌捉住 所以才急于下去接应 怎么我自己在水中 一点都没察觉 低头从站到向下观看 除去瀑布群 倾泻的边际外 碧绿幽深的水潭 田径安密 其深邃处那幽绝的气息 足能隔绝人的心神 从我们所在的高度 甚至可以看到水中的鱼群穿梭来去 再仔细端详 潭底的沟壑起伏之处 也都可以分辨出来 包括那架坠毁在水底的 美国轰炸机残骸 种种轮廓都隐约可见 水潭中部有个黑色的原点 那应该就是险些将我吞没的漩涡 在漩涡形水眼的外边 有数只凸起的弧形锥状物 粗细长短不等 环绕着潭底的漩涡 刚好围成一圈 从高处看下去 真如同一只超大的一手之爪 捧着潭底的漩涡 我看得出神 心中只是反复在想 这只异兽的巨爪如此形象 刚好在水眼的边缘 难道是见现王牧师 有意而为 胖子见我站着不走 便连声催促 我也只好不再细想 继续踏着天梯般的战道 时节而上 我走出没几步 忽然想到 对了 是十二位阳曾经说 这深绿的漏斗地形 有几分像扎格拉玛神山下的 无敌轨洞 于是我便向上走 便对十二位阳 把我在水下所见的情形 简紧要地讲了一遍 最后说道 潭底的漩涡 与咱们要找的那枚木沉珠 在某种程度上 看起来 有几处特征 都是不谋而合 围着水眼下的兽爪 也似乎是人工造的 这说明潭底 也是王牧的一部分 十二位阳点头道 这深绿的大水潭 一定有很多古怪 之处 但水下水草茂盛 凭咱们三个人 很难摸清下面的情况 只能从高处 看那凹凸起伏的轮廓 凭空猜测而已 我们又说起水下的坠机 我大致描述了一下形状 十二位阳说 那可能是一架比二十四远程轰炸机 这一回的飞机一定与重谷入口处的两块陨石有关 那陨石本是一个整体 而且至少还有数块 以葫芦洞为中心 成环形分布在周边 在茂密的丛林中 很难找全它们的踪迹 陨石中强烈的电磁干扰波 又受到葫芦洞里震山的神物 也就是那只被放置在禅宫中的蓝色三足怪蝉的牵制 蓝色怪蝉的材料非常特殊 可能是一块具有夸克粒子与胶克粒子等稀有元素的类性致密矿石 这种东西使含有电磁辐射的陨石增幅 使电子设备失灵 甚至一些具有生物导航系统的候鸟都会受到影响 以至于经过虫骨上空的时候 从空中落下跌死 史维扬认为 这块稀有的致密矿石 本身就有强烈的辐射 它可能最早存在于一片三叠际的古老森林中 在造成古森林变成化石的那次大灾难中 由于它被高温加热 产生了更多的放射性物质 在四周形成了暗红色半透明叠生岩 而且使其化为了葫芦的形状 甚至就连那只或是不死虫 也都是由于它的存在 才躲过了那场毁灭性的灾难 否则任凭那虫子的生命力有多顽强 也适应不了大气中含氧量的变化 类性致密矿石周边的特殊环境 才使这只巨大的老虫子苟活至今 至于洞穴中大量的巨大昆虫和植物 也肯定都是受其长期影响形成的 我们边走边商量这些事情 把所见到的种种迹象综合起来对比分析 再加上一些主观的推测 如此一来那些凌乱的信息被逐渐拉成了一条直线 舒尔维扬已经下定了决心 要在这次的行动中增加一个分支任务 毁灭蛇龙山的神器 这种放射性物质非常不稳定 实强实弱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是放射性元素比较活跃的一个时期 所以我们所见的坠机残骸都是那个时期的 但是根据我们身上电子设备受干扰的程度 最近它又开始活跃了 如今不同于古代 空中交通越来越发达 为了避免以后再有惨剧发生 只有再想办法冒险回到山洞中 设法毁掉这件神器 我忽然想起那张人皮 地图背面的话来 连忙让胖子取出来观看 只见其背面对险王墓的注释中 有一大段写道 神魂茫茫归何处 碧水生玄险真行 龙山入云 虫骨身陷 腹鸭百里 隔天断世 三水呼呼 锦图聚首 各首行事 中镇天心有龙云 龙云生畜香牵连 隐隐微微绕仙学 奥妙玄通在此中 隐隐是为有中之无也 微微是为无中之有也 其壮犹如斩中苏 云中燕 灰中鹿 草中蛇 仙气行乎其间 微妙隐福 然善行极事 无以复加 县王毅并于水龙云中 诗血生仙 龙云无形 若非天崩 疏难为外人所破 人皮地图背面这些 近似于青乌风水中的言语 是说内县王墓 所在先学的好处 最后一句 却出人意料 提到了天崩一词 当时我们无人 能解其意 甚至猜测 有可能是指 有星坠发生的特殊时刻 才有机会进入王墓的玄宫 但是自入蛇龙山以来 见到了很多 坠毁飞机的残骸 也许天崩是指 落下来的飞机 撞破了墓墙 我以前并不认为 世界上真的存在这种先学 觉得那只是夸大其词 威严耸听 因为就连十六字阴阳 风水秘术中 都只说神仙学不可遇 不可求 仅仅只在理论上存在 现实中当然不会有 千年不散的百道七彩水红 聚集一处 但是身临其境 才知道原来统治阶级 除了长生不老以外 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 内线王竟然能改格局 硬是改出这么个龙云来 从风水学的角度来看 所谓龙云是指 清拙阴阳二气相交之处 一层明显的界线 这层界线不是互相融合的区域 而更像是天地未分石的混沌状态 正是常人说的低一分是水 高一分是气 龙云正是不高不低 非水非气 而是光凝固且有形无质 千年不散的红光 听十二位阳说 这附近有类性致密物 我才想到 正是这块石头 始从谷内负离子增大 几乎无云无雨 让瀑布群生腾的水气难以挥发 在绿色大漏斗上空 形成了一层 只在传说中才有的龙云 原来这是一种人造的光学现象 说话间我们恰好穿过天宫下的龙云 以前只觉得彩虹远在天边 此时竟然从中穿过 只觉得像是进入了太虚幻境 自己则变成了仙人一样 三人都忍不住伸手 去摸那四周的红光 当然是都抓了个空 一个个都咧着嘴傻笑 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念头 如果这是梦境 最好永远也不要醒来 不过那片七彩红光极薄 很快美妙的感觉 当然无存 只是爬着颤道 爬得腿脚酸疼 足足走了一个多小时 才算是绕到了天宫的殿门之前 我指着面前的殿门 对十二位杨和胖子说 如果天机中所描述的天崩 就是那些发生空难的飞机 那么我想这应该是符合的 坛底的石壁 已经被鸡头撞出一个大洞 只是还不能肯定 那洞中是否就是玄公 摸金校尉纵然能分金钉学 却定不出这神仙学的规模 不过咱们在王墓的宝顶中 来个地毯式搜索 倒也不愁查不明白 里面一定隐藏着很多秘密 不过咱们在后面连着人家的坏 请不吝点赞 $50 感谢观看